第371章,一城公主的野心,格尔丹实在是想不明白,究竟是谁给了达瓦朗日的自信,竟然让他赶在这个时候去找大唐的麻烦,他的脑袋不会是傻了吧?大王息怒,切莫乱了阵脚。 虽然格尔丹不知道达瓦朗日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赶紧在一旁制止道,之前咱们和大唐的战争,不仅让咱们损兵折将,更让拉在牛皮部落的势力大涨。 若是咱们贸然出兵,驻守欧隆南道的侯军级正对咱们虎视眈眈,实在是风险太大了。 此时咱们贸然出兵,无异于自寻死路啊。 面对格尔丹的苦苦劝谏,达瓦朗日那稚嫩的脸颊上,明显地写满了愤怒。 既然不能出兵,那咱们该怎么办?难道坐以待毙吗?恐怕不用大他从的兵马杀咱们,便被拉在牛皮这个叛徒把咱们给吃了。 达瓦朗日无比愤怒地质问道,他不仅对部落的现状而感到愤怒,更为格尔丹的表现而感到愤怒。 自从他来到这里,成为了辅佐自己的军师,好主意没出几个,就知道吃肉喝酒。 达瓦朗日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看上他那一点了。 竟然让这磨一个废物,来辅佐自己。 如今部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可是这个军师,竟然前怕狼后怕虎。 达瓦朗日想不通,真的是想不通。 大王,咱们如今是左右为难。 前后夹击,外有虎视眈眈的大唐,那有狼子野心的拉赞牛皮。 咱们如今左右为难,只有按照白甲将军的提议,翻过西面那座山。 若是咱们提前找到了宝藏,咱们的机会便来了。 何仇大业不成,格尔丹在一旁忧心忡忡地说道, 如今部落的局势不容乐观,让他的心中比达瓦朗日还要着急。 毕竟他部落的大仇还未报,若是继续这模发展下去。 别说报仇了,恐怕自己连小命都保不住了。 你是说,西面那片充满了宝藏的地方。 随着格尔丹的话音落下,达瓦朗日不由眼前一亮,颇为惊喜地问道。 正是,只要咱们翻过西边那座山,何仇大业不成。 格尔丹瞬间豪情万丈地说道,可是那座山高耸入云,连峰顶都看不到。 咱们该如何翻过? 想起那高耸入云,连看都看不到的山峰。 达瓦朗日心中的狂热,瞬间便凉了下来。 只要大王有翻过山峰的决心,我想,咱们肯定能征服那座山。 翻过那座山,咱们便可以获得数不尽的财富。 到那时,咱们要马有马,要凉有凉。 统一吐蕃其余部落,血染中缘起不是指日可待。 格尔丹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 在美好的幻想中,两人做着春秋大梦。 而此时,被秦子川死死按在拢南道的侯军集,却甭提多郁闷了。 不久前的吐蕃之战,他为了独揽军功,耍起了小聪明。 致松州成羽不顾。 试图踩着松州数万百姓的尸体朝上爬。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突然冒出来个白甲将军。 不仅让他一点军功都莫抢走,还险些被这小崽子给玩死。 眼下他想要表现的机会是越来越少。 白甲将军更是对他提防的厉害。 不然此次北征,为何不让他也参加? 如今连战场都上不了。 如何立功升官? 不行,必须让吐蕃人尽快来找大唐的麻烦。 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出兵的理由和机会。 才有立功的机会。 才有机会升官发财。 该死的白甲将军,本将军与你是不两立。 一想起那年季清清便足以威震三军。 深受陛下器重的白甲将军。 侯军集的心中便掀起了滔天的怒火。 若不是他,自己的计划岂能被识破。 若不是他,之前的功劳都是自己的。 为了寻找机会,侯军即开始对吐蕃大军虎视眈眈了起来。 而此时,秦子川率领两万北塘军。 日夜行军,终于回到了北塘。 将军,前方斥后来报。 突厥大军好像发现了咱们的意图。 他们正在迅速地朝银州方向集结大军。 负责驻守北塘的李云峰将军。 当即冲着秦子川说道, 若是他们不知道,咱们上那去打他们呢。 要的便是这个效果。 秦子川说着便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丝狡诈的微笑。 将军,可是我们不知突厥铁骑到底有多少军马。 还是小心未妙。 李云峰将军虽然对秦子川的实力很清楚。 但是,为了尽量地减少损失, 还是忍不住在一旁提醒道。 区区突厥铁骑, 不足为虑。 接下来关于粮草的接应, 便交给将军负责了。 关键是趁机打通咱们北塘和长安的商道, 比战胜突厥铁骑更加重要。 秦子川冲着李云峰叮嘱道, 而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李云峰将军不由微微一愣。 将军这是要完大的呀。 经过一天的休整, 第二天, 秦子川便率领两万, 北塘大军直接发兵营州。 营州如今虽然是座空城, 但是北塘将士每日都会来此巡逻。 突厥大军和高勾力病, 没有胆子趁机占领。 如今, 北塘军再现营州城, 那随风招展的北塘军旗, 更是吸引了两国的赤后。 白甲将军来得好, 本王要彻底地将其斩杀。 一血前耻, 如今的突厥可汗李斯摩 无比兴奋的大好道。 协力可汗被秦子川斩杀以后, 一城公主试图招纳秦子川位驸马, 重振突厥, 可是不管他用自己的姿色 去诱惑秦子川, 还是让自己的女儿去诱惑, 都无功而返。 无奈之下, 为了苟活, 一城公主只好对大唐妥协, 和白甲将军达成了秘密的合作。 可是没过多久, 突厥另一个部落的 可汗李斯摩便成功地 在突厥称王, 成为了下一任可汗。 这李斯摩之前, 买是商人出身, 对大唐无比的了解, 所以才取了一个大唐的名字。 她的出现, 再次让一城公主 看到了希望。 当然了, 这位曾经浮试过众多突厥可汗的前朝公主, 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李斯摩的女人。 男人征服了世界, 女人却征服了男人, 不得不承认。 有些时候, 女人比男人厉害多了。 如今的突厥可汗李斯摩, 还有协力可汗的诸位哥哥和父王, 便是前车之剑。 第372章 焦图绝作人 男人征服了世界, 可是女人却征服了男人, 尤其是一城公主, 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她最开始嫁给了协力可汗的父亲, 然后嫁给了她的哥哥, 最后嫁给了她。 如今, 随着协力可汗被秦子川一击斩杀与营州城内, 一城公主便靠着自己的姿色和让人欲罢不能的手段, 再次地征服了草原上的一位王者, 李斯摩。 一位对大唐很是了解的突厥人, 随着吉利可汗的战死, 他的势力迅速地在突厥草原上壮大起来。 经过短短数月, 他迅速地统一了突厥草原。 不但如此, 他更是直接将一城公主收入麾下。 可是, 在他未占有了一城公主而沾沾自喜的时候, 殊不知, 他却成为了一城公主手中的一把刀。 可汗, 这白甲将军乃是大唐的后起之秀, 万万不可小觑, 一城公主说着便为李斯摩割下一块羊肉, 递到了他的嘴边。 爱妃请放心, 即便这白甲将军有三头六臂, 本王也要活寡了他。 突厥新任可汗李斯摩, 很是不屑地说道, 区区一个白甲将军, 即便他有三头六臂, 又怎么能抵挡得了数万突厥铁骑。 虽然李斯摩的心中对白甲将军充满了鄙视, 可是一旁的一城公主和杨霜可都是见识到白甲将军本事的。 两人不亏是母女, 很是默契的眉头紧皱了起来。 李斯摩没有和白甲将军在战场之上叫过上, 更没见过白甲将军那万夫难敌一勇。 所以,在他的心中, 之前的突厥铁骑之所以大败。 那是因为协力可汗无能, 并不是因为白甲将军厉害。 而他手下的那些将士, 也从未目睹过白甲将军的风采, 心中也同样地充满了鄙视。 他们一个个自认为是草原真正的勇士, 岂能看得上大唐军队。 可汗, 这白甲将军不仅骁勇善战, 手下有三千将士, 更是善于骑射和厮杀。 乃是真正的嗜血狂魔, 还是小心未妙。 一旁的杨霜不由冲着李斯摩眉头紧皱地提醒道, 长安的计划失败。 所以, 杨霜也便没有了继续留在北唐的必要。 所以, 趁秦子川不在北唐, 偷偷逃了出去。 如今, 他的母后一成公主找到了新的可汗, 新的衣服。 可是杨霜的心里却没有半点期待, 反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担忧。 若不是他的母亲, 质疑让他打劫长安内的金库, 他真的不想和秦子川为敌。 可是如今, 走到这部田地, 杨霜也已经无路可退了。 随着秦子川率领两万北唐军铸扎进了银州城内, 突厥铁骑迅速地在银州城外三十里地的地方, 集结了五万突厥铁骑。 虽然突厥新任可汗李斯摩对秦子川充满了不屑, 可是他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却不敢擅自出兵。 吉利克汗的家族部落, 之所以能统治草原这魔九, 不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这白甲将军却一己斩杀了协力可汗, 大败突厥铁骑。 虽然李斯摩不想承认大唐将士的勇猛, 但是他也不能否认白甲将军的厉害, 所以他小心翼翼, 不敢轻举妄动, 一群耸包软淡, 还敢打我北唐的主意。 宿点五千将士, 随本王教突厥杂碎怎么做人。 既然突厥铁骑不敢轻易出兵, 秦子川便主动出击, 用鲜血和生命, 好好地给突厥杂碎上一课, 好好教教他们怎么做人。 恩是。 城外三十里处处扎着突厥数万大军, 五千兵马实在是太少了, 若是恩师想趁机偷袭突厥大营, 咱们不如全军出击。 一旁的薛仁贵在一旁提醒道, 随着薛仁贵的话音落下, 秦子川不由微微一愣, 虽然他并不惧怕突厥铁骑, 五千兵马足已给突厥铁骑一个狠狠的教训, 可是若是率领五千兵马出击, 却并不能彻底地将对面底数万突厥大军吃掉。 可是若是全军出击, 两万北唐军族已给突厥铁骑致命一击。 全军出击, 让突厥砸碎, 后悔做人。 随着秦子川一声令下, 刚驻守营周城的两万北唐军便再次整装待发。 虽然夜幕降临, 两万北唐军连休息都没顾得上休息, 当即全军出击, 奔着突厥大营冲杀而去。 此时, 突厥大营内, 突厥新任可汗正在军帐之能, 和一城公主把酒言欢, 共享两人世界。 可是, 就在两人进入家境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喊沙声。 可汗! 不好了! 可汗! 有嫡妻! 随着军帐外的突厥将士的声音传来, 李斯摩的小心脏不由。 咯噔! 一声! 随着他虎躯一阵, 他那赤条条的身体更是瞬间软了下来。 怎么可能? 大唐军队刚刚抵达营州不久, 正是人困马伐之时, 怎么会对我突厥大营发起偷袭? 李斯摩不可思议地惊呼道, 可汗不要慌, 这是白甲将军惯用的伎俩, 他只是不想让咱们睡得安稳罢了。 一城公主, 强忍住心中的不满, 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衣服, 一边说道, 此话怎讲? 李斯摩无比好奇地问道, 这白甲将军, 估计多端, 此时前来偷袭, 想必是因为他们大唐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 大唐和我突厥的两次大战, 早已让他们损失惨虫。 如今, 大唐又刚刚经历了和吐蕃的一场大战, 想必已经派不出多少军马了。 一城公主缓缓地分析道, 爱妃说得有理, 带本王出去将这群汉人诛杀, 便回来好好陪你。 李斯摩说着, 便飞速地穿起了自己的衣服, 冲出了军营。 可是此时, 突厥大营早已彻底地乱了。 北唐公母营的将士, 手持改造过的公母, 照着突厥大营便是一阵狂涉。 慌乱冲出来的突厥蛮人, 还为上马便死在了北唐公母营之下。 更重要的是, 这公母之上还点着火把。 嗖嗖, 漫天火光如同流星一般划破突厥大军的上空。 然后坠入突厥大营中, 瞬间便掀起了滔天大火。 北唐军, 全军出击, 片甲不留。 随着秦子川一声令下, 早已按捺不住的北唐将士挥舞着手中的北唐刀, 便冲着突厥大营冲杀而去。 只是一个冲锋下来, 便不知道有多少突厥铁机死在了北唐刀之下。 第373章 北唐公弩一战成名。 突厥信任可汗李斯摩冲出军杖, 望住那漫天的大火。 一股不好的预感瞬间便席卷而来。 不好。 李斯摩大吼一声, 当即翻身上马。 北唐军冲锋, 血洗突厥砸碎。 杀呀! 一个不留, 血战到底, 不死不休。 北唐将士如下山的猛虎一般, 那歇斯底里的嘶吼声, 如同一道惊雷一般, 狠狠地劈在了李斯摩的头顶之上。 他那刚刚流失了精华的身体, 更是被这阵耳欲聋的喊杀声下的浑身一颤。 险些摔下马来, 保护王妃和公主, 速速撤军。 李斯摩也不是傻子, 当即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 五万突厥铁骑, 没有丝毫的反抗。 落花而逃, 秦子川并没有命人追杀, 而是让将士们高举火把。 打扫起了战场, 突厥地广人稀, 无比辽阔。 如今夜色漆黑, 若是擅自追杀, 落入敌人的圈套岂不是九死一生? 加上如今的北唐粮食短缺, 打扫战场才是当务之急。 而对于这逃走的突厥铁骑, 秦子川丝毫并不放在心上。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而这些突厥铁骑, 也要一个一个杀, 早晚晚死他们。 犯我北唐者, 虽远必诛, 两万北唐军, 只是一个冲锋, 便彻底地打垮了突厥五万铁骑, 斩杀突厥蛮人近万人, 缴获马匹和粮草无数。 此次偷袭, 让突厥铁骑是损失惨重。 李斯摩率领突厥铁骑, 落荒而逃。 后撤三十里, 他看到大唐将士并未追杀而来, 当即选择就地安营扎寨。 当他仗下军师, 轻点完兵马, 将损师饼告给他的时候。 李斯摩瞬间变弃的是, 浑身颤抖不已。 这白甲将军, 不但打扰了, 他和一城公主的好事, 更是让他损兵折疆, 损失了近万人的军马。 他心中的怒火势, 蹭蹭, 直冒, 直撞脑门。 白甲将军, 咱们不死不休。 李斯摩双全紧握, 咬牙切齿地嘶吼道, 原本他还想和一城公主 继续做那没有完成的游戏, 可是如今, 他是兴趣全玩。 第二天一早, 李斯摩便重新整理大军, 三万突厥勇士, 给我拿下白甲将军。 李斯摩当即派出三万突厥大军, 留下一万看守营地, 对大唐开始了报复。 报将军, 前方发现突厥大军, 此时已距离我们三十里。 随着前方斥后的话音落下, 秦子川的小心脏瞬间便提到了嗓子眼。 这兴奋的感觉来得太快了, 让秦子川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突厥砸碎, 他们终于出兵了。 秦子川强忍着心中的兴奋和喜悦, 无比激动地说道, 准备出战。 随着秦子川一声令下, 北唐军整装待发。 但是这一次, 秦子川却没有让两万北唐军全部出击, 毕竟他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全部实力。 所以, 他只带了三千百马一丛。 还有五千北唐公母军, 还有两千北唐将士, 出征一万, 留下一万。 这可都是北唐军的全部精锐。 面对突厥数万铁骑, 秦子川是信心十足。 秦子川率领一万北唐军将士出城, 两军迅速地接近。 近了, 两军距离十里地。 近了, 两军距离五里地。 近了, 两军距离不足一里地。 可以看到彼此的大军了。 眨眼的功夫, 两军的距离迅速地拉近, 只剩下不足百米的距离了。 当突厥铁骑距离北唐大军不足五十米的时候, 只见秦子川的大手一挥, 五千北唐公弩军瞬间便照着冲杀而来的突厥大军一阵猛射。 北唐公弩的射程足有百米有余, 而且威力丝毫不减。 如今, 两军距离不足五十米。 而且, 突厥大军一个紧挨一个。 嗖! 嗖! 扑痴! 扑痴! 一道道弓箭发出撕裂苍穹的声音, 带着无尽的杀气, 奔着冲杀而来的突厥铁骑而去。 如此近的距离, 如今强大的北唐公弩, 瞬间便看到一团团血雾随之升起。 最前面的突厥铁骑都莫来得及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便被北唐公弩射中, 坠马身亡。 最前面的突厥铁骑被射中落马, 后面的突厥铁骑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变故, 哪里反应得过来? 直接踏着前面突厥铁骑的尸体便冲了上去, 最后死于北唐公弩之下。 北唐公弩一波骑射过后, 三万突厥大军瞬间变乱了。 看着眼前那惨不忍睹的画面, 秦子川忍不住仰头放肆的。 哈哈! 大笑! 这北唐公弩所带来的效果, 完全不亚于机关枪的扫射呀! 北唐军! 冲锋! 随着秦子川一声令下, 北唐公弩军迅速地后撤, 剩下的五千北唐军随秦子川冲杀而去。 北唐军! 冲锋! 兄弟们杀呀! 五千北唐将士, 一边嘶吼着便杀入了突厥大军之中。 秦子川一马当先冲杀在最前面, 手中的方天画戟不停地挥舞住。 扑吃! 扑吃! 方天画戟所到之处, 皆是鲜血四剑。 眨眼的功夫, 秦子川一身白甲便被突厥铁骑的鲜血给染红了。 而他身后的五千北唐将士, 其中有三千白马一丛, 那可都是以一笛百的存在。 如今三万突厥大军, 以惊损事过半, 岂能是北唐将士的对手? 跑啊! 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 早已溃不成军的突厥铁骑, 瞬间变乱成了一锅粥。 突厥铁骑的精神早已崩溃。 他们是再也支撑不住了。 他们纷纷掉转马头, 试图逃跑。 而有些突厥蛮人, 更是嫌弃, 战马掉转马头太慢了。 直接跳下站马转身便跑。 他们真的想不明白。 大唐的公母为何如此的厉害? 他们彷復在一夜之间变了一个样子一般。 简直就如同下凡的战神一般。 势不可挡。 秦子川岂能轻易地放过他们。 率领北唐将士, 不停地收割着突厥铁骑的性命。 扑哧,扑哧。 随着北唐刀的抬起落下, 一个个突厥铁骑被斩于马下。 眨眼的功夫。 迎周城外便尸体堆积如山。 鲜血逆流成河。 秦子川率领一万北唐将士。 战突厥三万铁骑。 如此轻松地便将突厥铁骑杀的溃步成军。 四处逃窜。 而北唐公弩军的威力, 更是让秦子川看到了北唐公弩在战场上的真正威力。 第374章 纯王齿寒 北唐公弩的威力, 让秦子川真正的见识到了他在战场之上的真正威力。 此次北唐公弩军虽然是第二次大战神威, 但是在秦子川的潜意识里, 北唐公弩军还是很脆弱的。 他并没有把北唐公弩军当成主力, 只是把他们当作调料, 给敌人的调料而已。 可是今日和突厥铁骑一战, 让秦子川的心中产生了深深的震撼。 若是将北唐军埋伏起来, 给敌人来个伏计, 那效果岂不是翻倍? 五千北唐公弩军, 瞬间秒杀一两万敌军,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秦子川暗暗在心中决定, 等这次北征结束以后, 一定要大力发展北唐公弩军。 若是北唐公弩军的人数达到了十万, 那天下岂不是垂手可得? 北唐的军旗, 势必沾满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此时, 突厥新任可汗李斯摩得到手下将领的汇报, 不由彻底地愣在了原地。 三万突厥铁骑, 竟然被一万北唐军给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更重要的是, 突厥铁骑竟然还损失过半, 毫无招架之力。 这简直也太不可思议了。 说了, 被一群什么的射手一顿暴赦, 便损失过半。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这个结局? 李斯摩真的想不明白自己为何回书。 三万突厥铁骑, 难道面对一万大唐军队连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无比暴怒的李斯摩冲着跟前的前锋大将, 无比愤怒地嘶吼道, 可汗, 大唐有一群神秘的射手, 他们的弓弩简直太强大了, 一顿乱射, 便让我军溃不成军。 这位突厥将领颤颤巍巍地说道, 回想起不久前的战斗, 他依旧心有余悸, 心中的恐惧依旧环绕在他的心头, 深深地烙印在了他心底的最深处。 什么样的骑兵会让我突厥铁骑魁不成军? 难道你不知道, 骑射才是咱们突厥勇士的强项吗? 李斯摩说着便将自己跟前的桌案给掀翻在地。 他实在是难以想象大唐的骑兵会有如此厉害, 突厥勇士乃是生在马背上的勇士, 岂能被大唐的公母给打得溃不成军? 三万突厥铁骑, 竟然被一万大唐军队给杀得损失过半。 谁能相信? 谁肯相信? 更重要的是, 在他心中无可战胜的突厥勇士, 如今竟然被大唐将士给打破了胆子。 这是李斯摩万万无法接受的。 吉利克汗被秦子川一击斩杀以后, 他迅速地率领自己部落的数千勇士, 半个月内横扫整个突厥, 那战无不胜, 无可披靡的气势, 让他感到自己手下的突厥勇士便是无可战胜的。 可是如今竟然被一万大唐军队给打成这样, 他如何能接受的了? 请克汗息怒, 如今我突厥勇士士气低落, 而大唐军队士气高涨。 克汗, 咱们还是后撤吧。 李斯摩的军师在一旁苦苦劝谨道, 撤退! 李斯摩说着便陷入了沉思。 如今他的五万突厥铁骑, 如今只剩下部足三万, 被大唐将士偷袭了一次, 今日又损失了一万多, 此时他只有部足三万的兵马。 若是和大唐继续纠缠, 不仅是突厥勇士怕了, 他也怕了, 他当即赶到, 撤退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那细嫩的两脚羊 根本无法在草原上生活, 这里只属于他们突厥勇士。 若是此时后退, 带到来年大雪降临, 将这群突厥勇士恶成恶狼, 势必可以狠狠荡撕开北塘的防线, 暂时撤退, 静待战警。 李斯摩沉色片刻, 一锤定音地说道, 他不愧熟读汉家各种书籍, 如今连撤退都说得理直气壮, 他话语中的意思很明显, 我们不是打不过大唐军队, 更不是怕他们, 而是为了等待最佳的战机。 可汗, 若是我们撤退, 唐军继续追击, 恐怕, 军师在一旁眉头紧皱地说道, 可是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李斯摩的脸色瞬间便阴沉了下来, 李斯摩想重振突厥勇士的雄风, 让他们恢复信心, 可是这军师一遍遍地灭他的威风, 让他的心里不由充满了愤怒。 可汗, 虽然咱们部落统一了草原, 成为了草原的王者, 但是还有很多部落游走在草原的边际, 他们虽然不敢和咱们作对, 但是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 若是咱们把这些部落联合起来,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啊。 面对李斯摩那无比愤怒的表情, 军师赶紧在一旁解释道, 他生怕一言不合惹怒了这位新任的草原王者, 让自己脑袋搬家, 那你赶紧去联合他们。 李斯摩自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壮大自己的机会。 强忍住心中的怒火说道, 可汗, 若是大唐军队杀入草原腹地, 我想不用咱们去找他们, 他们也会求到可汗。 寻求可汗的庇护, 军师信心十足地说道, 虽然突厥蛮人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但是淳亡齿寒的道理, 他们还是懂得的。 若是李斯摩的部落彻底地被大唐军队给消灭了, 他们那些小部落, 岂能有活着的希望? 梁虎想斗, 他们才能在夹缝中趁机生存。 若是家独大, 他们自然坐立不安, 尤其是鲜卑部落, 他们占据了突厥北方的大部分草原。 若是李斯摩被大唐军队消灭了, 他们连后退的地方都没有。 若是继续朝北后撤, 哪里可是常年天寒地冻, 根本无法生存啊。 于是, 先卑辩派人主动地找上了李斯摩可汗。 李斯摩对于他们提出的联合想法, 自然是求之不得, 但是先卑蛮人也有一个条件。 那即便是他们帮李斯摩的部落打退唐军, 而李斯摩必须帮助他们拿下另一个部落。 苏伊部落, 李斯摩想都没想, 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下来, 只要打退了唐军。 至于先卑海, 不是要看自己的脸色。 而此时, 营州城内, 秦子川江缴获而来的马匹 大部分运回到了北唐的大本营幽州。 而剩下的马匹都被北唐公弩射伤或者射死, 自然要大卸八块, 犒赏三军。 两万北唐军将士, 一边吃着烤肉, 一边喝着美酒, 气势高涨。 如今的北唐军, 再也不是以前的北唐军了。 他们低势弃无可匹敌, 足以让天地为之颤抖。 第三百七十五章, 断了突厥后路。 经过此番战斗之后, 突厥铁骑是一退再退。 大唐和突厥的战斗, 也因为突厥的撤退而陷入了短暂的平静之中。 突厥铁骑对北唐军产生了深深的畏惧, 哪里还有勇气一战。 而随着突厥铁骑的撤退, 秦子川当即率领两万北唐将士, 占领了突厥大片的土地。 但是秦子川心里比谁都清楚, 突厥铁骑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他们是避讳卷土种来。 而更重要的是, 如今的北唐军连边疆五城都无法完全住手, 只能通过巡逻加以控制。 更别说这大片大片的突厥草原了。 若是继续耗下去, 秦子川还真的耗不起。 北唐的劳动力明显不足, 需要北唐军去帮忙建设。 而且更重要的是, 北唐的粮草也不是很足, 无法长时间地耗下去啊。 秦子川也不想把自己的大把时间 浪费在突厥铁骑的身上, 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发展大唐, 改变大唐, 才是他的当务之急。 所以, 秦子川才会不断地率领北唐军 深入突厥草原腹底, 迫切地想要找到突厥的主力。 速战速决, 老大, 突厥这群孙子不断地撤退, 早已被咱们吓破了胆子。 我们该怎么办啊? 一旁的城处莫及地团团转。 师父, 咱们总不能一直追杀他们吧。 薛仁贵也很是不计地冲着秦子川问道, 打败这群突厥砸碎, 并不是我的真正目的。 秦子川的嘴角微微上扬, 说着便露出了一丝狡诈的微笑。 难道老大, 你有对策了? 城处莫无比兴奋地问道, 将草原上的牛羊河马匹运回幽州, 既可以解决 咱们北唐缺粮食的难题, 也可以断了突厥铁骑的后路。 虽然突厥蛮人和我大唐不死不休, 但是草原上的那些老弱妇如是无辜的。 只要他们的手上不沾有咱们汉人的鲜血, 也一通送回幽州。 而至于那些突厥铁骑, 他们想逃遍逃吧? 若是没有了牛羊马屁, 没有了人, 只有他们一群突厥砸碎。 能不能活下去, 还是一个问题呢? 秦子川从怀中掏出一只大中华, 一边很是享受地抽着烟, 一边冲着薛仁贵等人, 缓缓说道, 老大, 你是想将突厥蛮人彻底地变成汉人。 一直沉默不语地惩处必当即无比惊讶地问道。 讲他们变成汉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通过结婚, 还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等方式, 让他们彻底地习惯我们北唐的生活。 爱上咱们北唐, 离不开咱们北唐。 秦子川信心十足地说道, 天下之大, 各种种族, 各种部落, 岂能是北唐刀可以杀完的。 只有彻底地改变他们, 让他们成为 汉人, 才能彻底地将他们征服。 民族大融合, 才是秦子川最想看到的局面。 老大, 你这招也太恨了。 小弟佩服, 成畜莫说着便仰头无比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杀人诛心, 秦子川这招可谓是狠辣至极, 直戳突厥铁骑的命门。 而此时, 突厥铁骑不停地后撤, 如今已经撤退了二百多里地了。 一处刚刚搭建的建议军帐内, 李斯摩刚端起银制的酒杯, 喝了一口酒。 吓人突然来报。 什么? 听完手下的汇报之后, 突厥可汗李斯摩瞬间便愣在了原地。 汉人不仅抢走了我们的牛羊马匹, 还把我们的老婆孩子给抢走了。 他说着便将手中的银制酒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可汗, 这群汉人简直就是禽兽不如啊。 他们不仅抢走了咱们的牛羊马匹, 还抢走了咱们的老婆和孩子。 可汗, 咱们杀回去吧。 把咱们的老婆孩子从那群该死的汉人手中抢回来。 赤后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地嘶吼道。 随着赤后的话音落下, 不仅突厥可汗李斯摩彻底地惊呆了, 就连他的军师还有其余的得力赶将, 也彻底地惊呆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汉人也会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 而且, 做得比他们还狠。 你们大唐可是天朝上国啊。 怎么能做出抢走牛羊马匹和老婆孩子的事情? 在突厥蛮人的心中, 汉人乃是知书达理的。 若是和他们拿起刀枪对筑干, 他们自然会反抗。 可是若是放下屠刀, 他们便会网开一面。 如今大唐的汉人怎么了? 难道他们学坏了? 不然, 他们怎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怎么办? 怎么办? 李斯摩在军帐内不停地来回走动作, 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无助。 突厥勇士的老婆孩子都被汉人抢走了。 难道以后, 要靠他们这三万突厥勇士放羊牧牛。 繁衍生子? 这三万突厥铁迹都是粗人。 别说缝补衣服了。 就是生活做饭都难啊。 而这繁衍生子的事情, 单靠突厥勇士也完不成啊。 突厥可汗李斯摩的心中, 瞬间便涌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那股不好的预感, 更是越来越强烈。 瞬间便席卷了她的全身。 若是继续在这摩退下去, 恐怕他们不会死在汉人手中, 而是死在自己的手中。 不能忍了, 不然他们便再也没有重返草原的机会了。 逃跑, 彻底地远离大唐, 寻找一处距离大唐遥远的土地立足。 这个念头刚在她的心中萌芽。 赤后突然再次来报。 可汗不好了, 咱们的王婷被白甲将军给一把火烧了。 咱们真的彻底什么都没有了。 赤后说着便瘫软在了地上。 该死的白甲将军, 本王和你是不两立。 突厥可汗李斯摩无比愤怒地咆哮道。 他当即抽出自己的弯刀, 直接将瘫软在脚下的赤后给砍了。 那滚烫的鲜血瞬间便见了他一脸。 那浓重的血腥味。 让他那几乎崩溃的心境终于平复了下来。 他心中的怒火彷彿要将它燃烧一般。 只有鲜血才能平息。 白甲将军, 若是有朝一日落到我的手中。 我定将让你万劫不复。 北唐, 若是在被我突厥铁器踏入。 势必让北唐血流成河。 突厥可汗李斯摩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地仰天嘶吼着。 秦子川的计划, 不仅彻底地激怒了突厥可汗。 更是狠狠地断了他们的后路。 第376章, 决意死战。 突厥可汗李斯摩, 是彻底地被秦子川给激怒了。 可是一想到自己, 那不足三万的突厥铁器, 还有那士气高涨的大唐军队。 李斯摩的心中, 突然有了一丝的后怕。 他开始有点怂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墨柴烧。 这个念头在他的心中一闪而过。 他可是一个大唐万事通, 对汉人的典故和历史, 还是相当了解的。 自然知道这句俗语的含义。 可汗, 我突厥勇士, 如今群起激昂, 他们要誓死和大唐决意死战。 即便是死, 他们也要从汉人的手中, 抢回那被掳走的老婆和孩子。 如今为突厥勇士, 杀意正胜。 军心可用啊。 突厥军事件李斯摩的心思, 有了一丝的动摇。 当即在一旁苦苦地劝谐道, 若是继续后撤, 突厥真的就没有一丝希望了。 我们真的可以赢吗? 面对军事的劝谐, 突厥可汉无比疑惑地问道, 可汗, 我虽然不敢保证, 一定会大败唐军。 但是依照我们突厥勇士如今的气势来看, 至少有七成的把握。 突厥军师冲着突厥可汗李斯摩, 信心十足地说道,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李斯摩不由眼前一亮。 七成的把握。 这个胜率对他来说, 简直太诱人了。 别说七成的把握了, 就算只有五成的把握, 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如今有七成的把握, 他岂能不拼一次。 好, 我们与大唐军队不死不休。 李斯摩伸手狠狠一拍桌案, 杀气腾腾地嘶吼道, 虽然他的心里很乱, 但是军师的话, 让他逐渐清醒了过来, 更看到了希望。 七成的把握, 就算是挥师南下, 血染中原, 他也敢。 巨大的利益, 足以让使人为之疯狂。 可汗, 只要您一句话, 三万突厥勇士, 都愿意为将军去死。 但突厥军师在一旁无比坚定地说道, 李斯摩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当即走出了军帐, 如今大战在即, 突厥勇士战役盎然, 他自然要去煽风点火, 鼓舞士气, 可是当他走出军帐, 瞬间便便眼前的画面锁惊呆了, 只见黑压压的一片突厥勇士, 正跪在军帐外面, 一个个是死如归, 这从未有过的画面, 让李斯摩瞬间便愣在了原地。 可汗, 草原的勇士愿为您去死, 让我们去战斗吧。 三万突厥铁骑, 冲着李斯摩歇斯底里的呐喊道, 那滔天的杀意, 无尽的恨意, 随着一道道震耳欲聋的呐喊声, 在辽阔的草原大地上, 随风传出去, 很远很远, 李斯摩听到三万草原勇士的嘶吼声, 全身的热血也随之被点燃了, 他之前那想要继续撤离的念头, 瞬间是烟消云散, 被那无尽的战役所取代, 能有此虎狼之势, 别说击退唐军两万大军了, 就算是挥师南下, 也足以撼动大唐的根基, 在这一煞内间, 李斯摩内心的虚荣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恍惚间, 他更看到了自己血染中原, 将大唐取而代之的宏图霸业, 来自草原的勇士们, 汉人杀我族人, 抢躲了我们的妻儿老小, 我们该怎么办? 李斯摩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住心中那即将称霸中原的兴奋, 冲着眼前的突厥铁骑, 故作愤怒地质问道, 踏平中原, 途径汉人, 踏平中原, 途径汉人, 踏平中原, 途径汉人, 三万突厥铁骑, 不约而同地嘶吼道, 谁没有自己的家人, 谁没有妻儿老小, 虽然突厥蛮人, 嗜血成性, 但是, 他们也有自己在乎的东西, 妻儿老小, 便是他们最大的软肋, 他们的逆龄, 如今, 他们的妻儿老小, 被秦子川铜捅运到了幽州, 这群嗜血成性的突厥蛮人, 是彻底的急了, 如今, 他们不再奢求, 从大唐手中, 抢夺什么粮食经营了, 只想抢回自己的妻儿老小, 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自然愿意拿命去换, 我们是生在马背上的勇士, 真正的草原王者, 如今, 汉人从我们的家园上, 抢走了我们的妻儿老小, 咱们必须要抢回来, 李斯摩的话, 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一般, 狠狠地戳在了突厥蛮人的心口上, 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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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厥蛮人歇斯底里地呐喊道, 李斯摩的话, 直接将他们的气势, 带到了巅峰状态, 面对三万突厥勇士那无尽的杀意和气势, 李斯摩的心中, 本体多兴奋了, 再加上鲜卑人的援助, 别说击退唐军了, 就算是挥师南下, 李斯摩也有新兴一战, 李斯摩当即派人去通知鲜卑, 鲜卑人得知突厥要和大唐决意死战, 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对于鲜卑人来说, 突厥可汗能有决心和大唐决意死战, 那自然是天大的好事, 只要击退了唐军, 不但保住了他们的家园, 而且, 还能顺便从突厥哪里捞取更多的礼仪, 毕竟请佛容易, 送佛难, 鲜卑人还是懂这个道理的, 只要击退唐军, 顺便从突厥蛮人手中捞取点利益, 那鲜卑崛起之日, 指日可待啊, 若是突厥铁骑为了击退唐军而损失惨虫, 那边更好了, 正好在击退唐军以后, 一举将突厥给彻底的消灭, 这简直就是一剑双雕啊, 如此天大的好事, 岂有拒绝的道理, 还用考虑吗? 鲜卑王立即点兵, 率领大军和突厥铁骑结合, 鲜卑和突厥的大军组成了草原联盟, 士气磅礴地重返草原, 誓死也和大唐决意死战, 而此时, 秦子川真在为去哪里寻找突厥大军而犯仇呢? 毕竟草原辽阔, 地广人稀, 若是突厥可汗真的对那些突厥妇孺不管不问, 秦子川还真的拿他们莫办法。 报将军, 前方发现数万突厥铁骑, 随着斥后的话音落下, 秦子川不由瞬间一愣, 短暂的震惊过后, 他当即放肆的, 哈哈, 大笑了起来, 踏破铁鞋, 无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秦子川说住便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你要站, 那便站, 整军, 出兵, 随着秦子川一声令下, 早已摩拳擦掌的两万北唐军瞬间便欢呼雀跃了起来, 秦子川的当即率领两万北征军, 和突厥大军在草原上再次碰面了。 第377章, 最后的决战, 秦子川率领两万北唐军, 直接在草原上和突厥铁骑摆开了阵势, 双方都没有丝毫的保留, 直接都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家底, 两军对垒, 那无尽的杀意四处弥漫开来, 辽阔的草原也瞬间让人感到压抑了起来, 面对突厥那树不尽的兵马, 秦子川不由眉头微微一皱, 突厥怎么突然冒出来这摩托铁骑, 可是即便敌众我寡, 可是秦子川的心中不但没有丝毫的畏惧, 反而心中充满了兴奋, 虽然突厥大军在人数上占据着巨大的优势, 可是北唐将士的气势可丝毫不落下风, 双方都没有任何的战术, 更没有那些神乎其神的排兵布阵, 只有硬扛, 看谁能扛到最后, 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秦子川一马当先站在最前面, 薛仁贵和成处毕哥俩位列两旁, 北唐军, 前进, 随着秦子川的一声令下, 大军带着无尽的杀气, 缓缓地朝前推进, 而突厥铁骑也随之前进, 眨眼的功夫, 两军的距离便迅速地拉近, 只有不足一百米的距离了, 北唐公母军, 发射, 随着秦子川的话音落下, 被团团包围在大军中央的五千北唐公母军, 瞬间便率先发起了进攻, 嗖嗖, 嗖嗖, 改造过的公母, 带着无尽的杀气, 朝突厥大军便射杀而去, 突厥勇士们, 射, 突厥克汗李斯摩瞬间便是一愣, 接着仰头嘶吼道, 上次他吃了北唐公母军的一个大亏, 这次既然是决一死战, 自然有所准备, 突厥蛮人号称是马背上的勇士, 自然对其射很是擅长, 可是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吃了北唐公母军的一个大亏, 所以这次, 李斯摩事先早有准备, 唐军不是要玩弓弩吗, 那便以牙还牙, 让他们见识下什么叫真正的弓弩,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两军的弓弩瞬间骑射, 那明朗的天空, 当即被双方的箭鱼所遮盖, 那黑压压的弓箭, 彭腐要撕裂苍穹一般, 可是突厥的弓弩只是普通的弓弩, 射程不足八十米, 而如今, 两军的距离有九十多米, 很显然, 北唐军不在突厥弓弩弩的射程之内, 可是北唐弩弩军所用的弓弩都装有滑轮组, 乃是秦子川亲自改造的, 不仅射程大增, 威力更是翻倍地增加, 扑斥,扑斥, 啊, 啊, 最前面的突厥铁骑, 瞬间被北唐弩弩军射翻坠马, 皮肉绽放的声音, 痛苦的惨叫声, 交织在一起, 瞬间便如同人间地狱一般, 一番骑射过后, 突厥铁骑瞬间便损失过万, 剑雨过后, 秦子川只见自己的面前的尸体堆积如山, 而北唐军却毫发无损, 大战终于到了最后决议刺雄的最后时刻了, 北唐军, 冲锋, 秦子川高举手中的方天画戟, 仰天嘶吼道, 突厥勇士们, 为了我们的女人和孩子, 杀呀, 而突厥大军中, 李斯摩也高举手中的弯刀歇斯底里的咆哮住, 随着双方的军令落下, 冲锋便开始了, 秦子川一马当先冲杀在最前方, 奔着突厥大军便冲杀而去, 北唐军更是紧随其后, 喊杀声震天, 眨眼的功夫, 秦子川便和冲杀在最前方的突厥铁骑相遇, 方天画戟随之横扫而出, 当即溅起了一阵鲜血, 一击斩杀三位突厥铁骑, 秦子川如同狼入羊群一般, 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方天画戟, 不停地斩杀着突厥铁骑, 突厥大军中的李斯摩, 双目赤红, 死死地盯着最前面的秦子川, 只见他眉头紧皱, 轻轻抱起, 难道他便是白甲将军? 李斯摩死死地盯着秦子川, 咬牙切齿地说道, 看到无人能近身的秦子川, 李斯摩的心中不仅充满了愤怒, 更充满了震惊, 他万万没有想到, 秦子川会如此凶猛, 他早已听说过白甲将军的传闻, 但是他一直以为, 那只是汉人吹嘘出来的存在, 可是如今一见, 便让他彻底地震惊了, 这哪里是人, 简直就是来自地狱的死神, 只是片刻的功夫, 死在他方天话己之下的突厥铁骑和鲜卑勇士, 没有五十, 也有三十, 若是让白甲将军继续厮杀下去, 军心不稳啊, 给我杀白甲将军, 李斯摩冲着自己身旁的心腹, 咬牙切齿地嘶吼道,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李斯摩身边的心腹, 当即冲着秦子川冲了上去, 突厥铁骑的动向, 自然莫能逃过白马一丛们的双眸, 三千白马一丛, 不约而同地朝秦子川靠拢而去, 北唐军, 冲锋, 秦子川仰天嘶吼一声, 奔着突厥克汗李斯摩便冲杀而去, 想要杀小爷, 那小爷先杀了你, 他的意图很明显, 那便是先将突厥可汗斩杀, 随着他一声幕吼落下, 三千白马一丛景随其后, 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一般, 瞬间便撕开了一条口子, 扑吃, 扑吃, 随着北唐刀的抬起落下, 一个个突厥铁骑死在了北唐刀之下, 突厥大军中的李斯摩, 面对朝清自冲杀而来的白甲将军, 瞬间便愣在了原地, 看着白甲将军头顶的那团血雾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不仅突厥铁骑和鲜卑将士下的后背直冒冷汗, 李斯摩更是心惊胆战, 撤退, 撤退, 短暂的震惊过后, 李斯摩当即反应了过来, 大声地嘶吼道, 若是我们撤退, 那便再也没有机会彻底地击退唐军了, 这群死士只有两三千, 而我们还有三万精锐, 不能退, 鲜卑王恶狠地瞪了李斯摩一眼, 大声地嘶吼道, 三万精锐铁骑, 难道还会怕这三千死士, 开什么玩笑, 若是撤退了, 那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鲜卑王岂能让自己的雄徒霸业化为泡沫, 鲜卑勇士们, 冲锋, 鲜卑王仰天嘶吼道, 这次他毫无保留地下达了冲锋的命令, 彻底地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 如果之前的战斗都是以突厥铁骑为主, 鲜卑勇士为辅, 那魔如今, 鲜卑将自己的精锐彻底地拿了出来,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三万鲜卑精锐铁骑, 瞬间从大军后发潮前冲杀而去, 一旁的李斯摩当即恨的是牙痒痒, 第378章, 北唐军占领草原, 突厥可喊李斯摩, 狠狠盯着一旁的鲜卑王, 恨不得扑上去咬上两口, 刚开始的时候, 以突厥铁骑为主力, 被北唐公母军一波乱射, 死伤惨重, 而鲜卑大军偷偷地躲在后面, 如今突厥铁骑已经无力再战了, 他们倒是来了本事, 竟然还私藏着三万精锐骑兵, 这让突厥可汗如何不怒, 该死的鲜卑王, 我曹你老了, 李斯摩冲着一旁的意气风发的鲜卑王恶狠狠地咒骂道, 虽然鲜卑如今依旧有三万精锐骑兵, 可是李斯摩并不看好他, 唐军都是一群疯子, 尤其是那一身鞋甲的白甲将军, 虽然李斯摩动了撤退的心思, 并不想和唐军继续拼命了, 但是他如今和鲜卑王是联盟, 谁若先退出, 那就是叛徒啊, 他乃是突厥可汗, 草原上的无冕之王, 岂能做叛徒, 做耸包软淡, 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荣辱, 突厥可汗只好硬着头皮和鲜卑王一起, 与唐军血战到底, 北唐军冲锋, 秦子川仰天嘶吼一声, 手中的方天化己更是随之横扫而去, 三千百马翼从井随其后, 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一般, 狠狠地收割着突厥和鲜卑铁骑的性命, 北唐军冲锋, 城处必率领其余的一万多北唐军, 一边嘶吼着, 一边屠杀住, 随着北唐刀的抬起落下, 所到之处, 尸体堆积如山, 三千百马翼从, 那可是以一笛百的强悍存在, 而手持北唐刀的北唐将士, 一个个更是誓死如归, 面对这群虎豹之师, 仙卑王是彻底地惊呆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纵使有三万骑兵精锐, 竟然也丝毫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这还是人嘛, 这简直就是来自地狱的小鬼啊, 尤其是最前面的三千百马翼从, 一个个更是无比的凶狠, 他引以畏傲的骑兵精锐, 竟然不堪一计, 不管是先卑还是突厥,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汉人所畏惧的敌人, 便是因为他们善于骑射, 有着精锐的骑兵, 可是如今, 让先卑和突厥引以畏傲的骑兵, 竟然在唐军面前不堪一计, 连他心中最大的底牌都没用, 这一仗还怎么打, 一股恼怒, 瞬间便在先卑王的心中升起, 此时他真的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如此, 他该和突厥可汗一起撤退好了, 如今他不但错过了最佳的逃跑机会, 更是彻底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若是输了, 那便真的完了, 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 先卑王是彻底地迷茫了,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而就在他环顾四周, 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 突厥可汗呢, 短暂地诧异过后, 他猛地惊醒, 不由朝四周望去, 突厥可汗呢, 他刚才还在自己旁边啊, 难道他跑了, 一股被背叛的感觉, 瞬间从他的心底涌起, 马勒戈壁的, 这该死的突厥可汗, 竟然把自己扔在战场之上逃走了, 那被出卖的感觉, 瞬间让先卑王恼羞成怒, 大王, 突厥可汗丢下突厥铁骑, 带着几个心腹逃走了, 随着先卑将士的话音落下, 先卑王是彻底地怒了, 该死的突厥可汗, 他是草原最大的耻辱, 先卑王紧紧地攥着手中的弯刀, 咬牙切齿地嘶吼道, 大王, 如今大唐军队势如破竹, 我们真的扛不住了, 咱们该怎么办啊, 随着手下的话音落下, 先卑王真的很想骂娘, 怎么办, 突厥可汗都跑了, 老子怎么知道怎么办, 先卑王的心中, 不但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更充满了无奈, 突厥可汗都跑了,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赶紧跑啊, 难道要留下来当尸体吗, 兄弟们, 带着突厥铁骑撤退, 先卑王冲着自己的手下, 大声地喊道, 他没有突厥可汗那般无情, 他没有丢下自己的兄弟, 独自逃走, 不是先卑王仗义, 而是为了这次的决战, 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家底, 若是独自逃走, 他也只不过是狗活而已, 即便是他逃了出去, 没有手下的帮助, 他依旧是死是一个, 只是先卑王的想法是对的, 可是, 现实却不允许他这般做, 随着他一生令下, 原本还可以坚持一会的三万骑兵精锐, 瞬间便军心不稳, 先卑大军瞬间军心大乱, 尤其是突厥可汗的逃走, 早已让突厥铁骑和先卑将士人心惶惶, 而如今, 先卑王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整个大军瞬间便崩溃了, 加上北唐军一个个杀气腾腾, 势如破竹, 谁还肯留下来断后, 想逃走, 岂能那么容易, 原本双手厮杀在一起的局面, 虽然突厥可汗逃走的消息传来, 加上先卑王要撤退的军令, 大军瞬间便崩溃了, 战场上的局面, 瞬间便由双方厮杀, 变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北唐军冲锋, 面对那四散逃走的先卑大军, 北唐军的士气再次高涨, 他们一边嘶吼着, 一边追杀着那些落荒而逃的先卑大军, 这一战, 毫无疑问, 北唐军胜亡, 北唐军杀, 一个都别放过, 随着秦子川一声令下, 北唐将士挥舞着手中的北唐刀, 在草原上展开了一场厮杀, 突厥三万大军, 几乎全军覆没, 逃走的屈指可数, 而三万先卑精锐骑兵, 在北唐将士的追杀下, 一个个陆陆续续的倒在了北唐刀之下, 最后, 无知的先卑王竟然逃回了自己的老巢, 面对死处, 都是杀红眼的北唐军, 一些游牧民族, 是真的怕了, 他们当即, 抓住了先卑王, 献给了北唐军, 秦子川更是充满了杀气, 直接下令, 凡是北唐将士所到达的地方, 皆是北唐的领土, 谁若敢不给北唐面子, 那就等着灭族吧, 草原上的那些游牧民族, 瞬间便吓破了胆子, 他们见到先卑王, 恨不得将其大卸八块, 哪里还能帮他逃走, 所以, 无知的先卑王, 最后被几十人的游牧民族给生情, 献给了北唐军, 他哪里像老奸巨华的突厥可汉里斯魔一般, 早已逃出生天, 毕竟草原地广人稀, 若是一心朝荒凉的地方逃走, 谁人能抓住, 不仅如此, 那些草原的游牧民族, 更是一个个自告奋勇, 帮助北唐军抓那些落单的鲜卑将士和突厥铁骑, 第379章, 大唐第一台手术, 对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表现, 秦子川是看在眼里, 乐在心里, 这些游牧民族之所以会如此做, 还不是为了自保, 秦子川只要稍微给他们一点利益, 他们便为之疯狂, 如今的草原早已是群龙无首, 尤其是伴随着突厥和鲜卑的灭亡, 各个游牧民族更是争先恐后的向大唐示好, 虽然他们的表现很好, 但是秦子川也不是傻子, 绝对不会允许第二个突厥在草原强势冒头, 他的意思很明确, 要魔龟顺北唐, 去北唐生活, 如果不愿意, 那便给他们一些武器, 在草原上相互打架去吧, 只有相互制衡, 相互约束, 才能彻底地稳定草原的平定, 接下来, 秦子川便要扩张, 将北唐的地盘彻底地朝草原扩张, 反正之前李二陛下奉上他北唐封地的时候, 是以渭水河畔卫化线, 朝北全部都是北唐的封地, 而至于这北面的界限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 如今北唐军彻底地征服了草原, 秦子川岂能错过这个扩张的好机会, 秦子川稳定了草原的局势以后, 当即押送这仙卑王和一城公主等人返回长安, 李二陛下万万没有想到, 秦子川此番北征, 不但彻底地消灭了突厥铁籍, 更是顺手牵羊, 消灭了鲜卑民族, 最重要的是, 秦子川竟然还把前朝公主一城公主给抓了回来, 李二陛下龙颜大院, 当即答应了秦子川的诸多要求, 比如鼓励汉人朝北唐迁移, 从而达到彻底占领草原的意图, 秦子川更是提出, 汉人和草原各部落通婚的建议, 彻底地将北方的各部落民族汉化, 让他们接受汉人的习俗, 让他们学习汉人的各种礼仪, 秦子川的目的很明确, 不仅要彻底地征服草原, 更要彻底地将各个民族彻底地融合, 李二陛下对于他的建议, 很是赞同, 当即昭告天下, 鼓励汉人朝北唐迁徙, 从而达到各个宗族彻底融合的局面, 秦子川回到长安之后, 便没有着急重返北唐, 因为把北唐交给李云峰将军和老独币等幽州百姓, 他放心, 更何况, 城处碧哥俩还留在北唐, 那对秦子川是绝对的忠诚, 突厥一战之后, 北唐便名声大振, 无数的大唐百姓, 尤其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纷纷前往北唐, 秦子川顿时感到自己肩膀上的责任更加艰巨了, 因为他不仅要发展北唐, 更要撞大唐朝帝国, 此时, 北唐王府内, 秦子川让人建造的温室大鹏, 如今是热闹非凡, 他从系统当中把当代的蔬菜种子全部兑换了出来, 种植出了各种的蔬菜, 青瓜, 土豆, 豆角, 西红柿, 玉米, 番薯, 只要能从系统当中可以兑换的蔬菜种子, 秦子川全部兑换了出来, 看着那绿油油的温室大鹏, 秦子川的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虽然此时已经初春, 但是确种植出了大唐没有的蔬菜, 也不该现在这个季节该有的蔬菜, 随着温室大鹏的问世, 秦子川也着手让孙思苗等医学院的大夫去研究麻醉散, 麻醉药在汉朝便已经问世, 而在之前的战斗中, 秦子川不仅看到众多将士被病痛所折磨, 就连他自己都要忍受那常人无法忍受的疼痛, 他所以决定研制麻醉药, 麻醉药乃是汉朝华陀所研制出来的, 不过后来是传了而已, 孙思苗在秦子川的帮助下, 搜索天下书籍, 终于在一本古籍当中找到了些许的蛛丝马迹, 孙思苗和大唐医学院的诸多神医, 在秦子川大力的金钱支持下, 终于将麻醉剂给研制了出来, 麻醉剂的问世, 简直就是我大唐的福音啊, 秦子川得到这个消息, 当即无比兴奋的大吼道, 至于这麻醉剂的安全性, 到底如何, 是否进行过安全的实验, 兴奋过后, 秦子川逐渐地冷静了下来, 冲着一旁的孙思苗问道, 已经用猪和兔子实验过了, 并没有问题, 孙思苗信心十足地说道, 太好了, 秦子川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喜悦, 伸手一拍桌子, 无比兴奋地说道, 之前有一个外伤很是严重的病人, 老夫用麻醉剂为你治病, 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孙思苗在一旁笑呵呵地说道, 在大唐, 任何手术都带有无法想象的疼痛, 有些病人不是被病人所带走的, 而是被痛死的, 而麻醉剂的问世, 让诸多的病人减少了大量的疼痛, 老夫有一个肠痛的病人, 如今有了麻醉剂, 老夫便可以为他展开是手术了, 孙思苗信心十足地说道, 长庸, 也就是盲肠炎, 不仅在大唐, 乃是在古代, 这盲肠炎可都绝症, 即便是孙思苗, 也只能用针灸和药物暂缓, 也只是推迟发作的时间, 盲肠炎最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把发炎的肠子切掉, 这个治疗方式, 秦子川很早之前, 便和孙思苗说过了, 历史上最早的手术, 是三国的华陀做的, 比西方不知道早了多少年, 病人刚开始听到, 要把肠子切掉, 是拒绝的, 但是当孙思苗告诉他, 药膜切掉坏死的肠子, 有魔等死, 病人就只能冒死一搏了, 那就去做吧, 秦子川信心十足地说道, 于是他和孙思苗来到医学院的医疗室, 随后去通知病人前来,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 孙思苗要对人进行开膛破腹治病, 消息传出, 整个长安都轰动了, 开膛破腹的人还能活吗? 力政殿里的李二陛下接到奏报, 也是充满了深深的好奇和质疑, 走, 随朕去看看, 李二陛下当即迫不及待地说道, 等到病人来到医学院的时候, 外面都挤满了人, 李二也趁机混了进来, 混进来的还有老婴祸, 浴池老傻, 老秦等人, 李二陛下怎么会来此? 秦子川在人群中发现了李二陛下的声音, 无比疑惑地呢难道, 正听说孙神医要给病人开膛破腹进行治病, 特来一关, 李二陛下一副很是好奇模样说道, 你是多无聊啊, 秦子川对李二陛下的行为是倍感鄙视, 孙思淼也有些兴奋, 这次是他亲自操刀, 此前他已经拿兔子试过很多次了, 这次是第一次拿二人来试剑, 第三百八十章, 报纸问世, 按照惯例, 秦子川找来积个血型和病人相同之人输血, 现在大唐都知道抽血不会死人了, 秦子川这次只是指导, 开始吧, 随着一声令下, 麻醉, 输血, 开唐破腹, 切割盲肠, 冯和, 在秦子川的指引下, 孙思淼顺利地完成了大唐第一台手术, 消息传出, 整个长安都轰动了, 医学院的名头更上一筹了, 从此, 长庸再也不是绝症了, 盲肠手术在未来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手术, 但在大唐却引发巨大的轰动, 这是秦子川始料未及的, 不过也没有关系了, 反正效果是积极的, 医学院的事情, 秦子川直接甩手给了孙思淼了, 当然, 他还把, 本草纲目, 给弄出来了, 然后给孙思淼送去, 当然, 作者还是李时珍, 秦子川自然不会占据这种名头, 看了之后, 孙思淼经畏天人, 要找李时珍交流医术, 秦末只好找借口说李时珍去了海外, 托他把医术流传下来, 对此, 孙思淼非常遗憾, 李二陛下偶然从孙思淼口中得知此事, 也直探可惜, 医学上面的事情, 秦子川就此不管, 他的经历转移到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什么, 那就是报纸, 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备, 大唐第一份报纸终于要发行了, 报纸是他计划里非常关键的一环, 他必须要和士族争夺在民间的舆论群, 同时传播他的理念和思想, 实施他的宏图伟业, 别看五姓七旺在朝堂上的势力被李二陛下一扫而空, 在地方上, 五姓七旺的影响力比朝堂更大, 更何况地方的许多官员都是五姓七旺之人, 或者与他们关系密切, 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就连李二陛下也颇为忌惮, 但却没有什么办法, 直到秦子川提出了筹办报纸, 与士族争夺舆论的控制权材成为可能, 报纸名位, 贞观名报, 顾名思义, 就是给老百姓看的报纸, 报纸的板块有儒学, 实证, 科学, 医学, 农业, 经济, 故事等板块, 照顾到了所有的人群, 这期竹笔的阵容非常强大, 孔颖达和岩石谷都在上面发表了文章, 除了孔颖达和岩石谷等大儒, 还有孙思淼在医学常识的板块, 发表了一些医学的常识, 农业板块请的是甲路人进行竹笔, 进行农业知识的普及, 科学主要是普及一些天文地理的趣事, 这是秦子川从系统上搜集而来的, 经济也是秦子川竹笔, 有他对经济现象的普及, 故事板块则是, 直接抄一些有趣的预言故事, 报社直接设立在中科院里, 挂一个报社的牌匾就算成立了, 印刷方面的工作则是交给印书方, 因为这是有李二的大力支持, 人工方面的成本, 老鹰货等人和秦子川商议过后, 决定全面了, 算是对秦子川工作的支持, 但是纸张, 游墨的费用却是秦子川自掏腰包, 一份报纸有张, 开, 成本就要文, 而报纸的售价, 秦子川定在了文前, 也就是说, 每卖一份报纸, 秦子川就要亏文钱, 一万份就要亏万文, 也就贯钱, 由于秦子川的目光是放在整个大堂, 所以印刷量很大, 至少是十万起步, 按最低十万来算, 都要亏贯, 这是除了朝廷, 任何人都无法承受得起的损失, 当然, 秦子川是个例外的, 对于操纵舆论, 李二陛下十分的关切, 报纸的主编都是李二派人过来的, 在发行的当天, 李二陛下更是亲自前来了, 老鹰货, 玉池老傻, 老秦也都在, 这是上等的白纸啊, 这报纸售价如此之低, 时间一长, 你可能支持得住, 李二陛下拿起一张报纸摸了一下, 从老鹰货口中得知报纸的成本和售价之后, 十分的担忧地说道, 不如将售价提升如何, 他担心秦子川的财力支持不住啊, 秦子川却笑道, 陛下莫忧, 这只是暂时的, 我造的纸张, 马上就要出来了, 到时候, 成本将大幅度地降低, 武文前一份报纸, 足以保证我不亏本, 你改良的造纸数, 竟能将纸张价格降到这种程度, 李二陛下, 无比惊讶地问道, 科学技术, 就是第一生产力, 陛下莫要忘记了中科院的格言, 秦子川笑呵呵地说道, 如此甚好, 李二陛下无比兴奋地说道, 北唐王, 一期印十万份, 是否太多了, 长安城可没有这魔多人十字, 长孙无忌在一旁说道, 这报纸是面对天下的, 除了卖的部分, 我还打算雇人去读报, 十不十字的百姓, 也知道朝廷的政策, 秦子川笑呵呵地说道, 他不缺钱, 缺的是大唐百姓, 对当经朝廷的认知, 大唐的十字率太低了, 秦子川可是指望着, 依靠报纸去传播知识, 和掌控舆论的, 像一些地方的士族, 可没有那么容易被他影响, 大自不识饥夺的老百姓, 可是不会买报纸的, 但不代表, 他们不关心里面的内容, 秦子川于是想出了一个变通法子, 故人为百姓读报, 这岂不是又要多花一笔钱, 李二陛下在一旁无比震惊地问道, 这是好事啊, 可以增加就业, 从而刺激消费, 促进经济发展, 秦子川笑呵呵地说道, 经济学, 印发出来之后, 满朝文武大臣和皇帝, 还有一些读书人, 对于一些经济的名词, 也是耳熟能详了, 对于秦子川所说的, 李二陛下等人, 现在完全能听明白, 秦子川终于不会有鸡同鸭讲的感觉了, 你看着办就好, 看到秦子川信心满满的样子, 李二陛下等人也不再追问, 一声令下, 报纸就马上从印书方奔赴长安各处, 满城竟是卖报声, 吸引了满城的目光, 除了长安, 这些报纸也会随着老殷货等人的商队, 以及朝廷的驿站奔赴大唐各处, 不少人出于好奇买了一份报纸, 当他们看到报纸里面的内容时, 立刻被吸引住了, 捧在手里经读, 如获至宝, 口口相传之下, 报纸的销量竟出乎秦子川的意料, 根据反馈回来的消息, 第一天竟然卖出了一万份, 当然, 老鹰货等人也帮了不少忙, 以全谋私, 给各个衙门都订阅了报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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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